老狐狸,小狐狸,就轮椅,新轮椅,陈元有机不敢进,笑声渐起,渐息,老少二人极有默契地同时收拢笑声,回复了平静,范贤把身下的轮椅往前挪了挪,自己的膝盖似要靠着老人家的膝盖,这个姿势显得无比亲近。 陈平平直指他,又轻轻拍了拍自己轮椅的把手,发出空竹腹一般的空洞声音,问道,坐轮椅习不习惯? 没什么不习惯的,身上带着这么多的伤,总不可能骑着马跑来看你。 范贤自嘲说道,顿了顿,又说道,再说我也不是第一次坐轮椅了,一年多前在悬空庙里,我被人捅了一刀子,事后不也坐了一个月的轮椅。 所谓习惯成自然罢了。 话虽轻柔,却内有刀剑之意,陈平平轻轻咳了两声,自然知道面前这年轻人是在告诉自己,他已经明白了某些事情。 悬空庙确实是个神仙局,但陈平平却是个双脚跨在局内局外之人,影子是他派到庙上,而范贤挨的那一剑,虽是意外,但实实在在是险些丧命。 至于前日里的山谷狙杀,范贤也是差点回不来。 所谓习惯成自然,范贤很明显是在强硬地告诉陈平平,不要把这种事情当成习惯,不要总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,窃窃不可,当成自然之事。 陈平平微微偏头,似乎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皱眉,抬肘,指了指范贤的后背。 范贤摇摇头,死不了,不过您知道我今天来是为了什么,所以请让我们还是直戒一些吧。 你先讲,我先听。 陈平平微笑说道,将自己吸上微皱的羊毛毯子抚得更平整一些,让上面的皱纹如水波一般,渐渐消失不见。 看着老脖子微低的头,看着对方深深的皱纹和有些蜡黄的面色,范贤沉默了少许后说道, 两次坐轮椅,第一次因为玄空庙的刺杀坐轮椅,但获得了陛下的绝对信任,想来还是有好处的,我也能够接受。 那我这一次坐轮椅,又是怎么回事? 我很不喜欢这种什么事情都被你操控的感觉,而且想来你也清楚我,我这人是最怕死的。 所以我想让您知道,以后请不要尝试着做这种事情,我真的会发疯,而且这次我险些就发疯了。 范贤伸出两根手指头,盯着陈平平的双眼,一字一句说道,已经两次了,我不希望还有第三次。 陈元石阶下的冬日寒空中安静了许久,玄空庙的事情是个意外,你也很清楚这一点。 陈平平淡淡说道,至于这一次山谷里的狙杀,真的和我没有关系,我不是傻子,一个局总要能够控制才是一个局, 当时山谷里连手成弩都搬来了,你随时可能送命,如果你真死了,就算这件事情会带来什么好处,你也享受不到,那这就不叫做局,而叫做愚蠢。 陈平平带着一丝讥讽讽说道,你认为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? 范贤反望着他的双眼,同样讥讽说道,您当然不愚蠢,我只是怕你有时候聪明过了头,对我的信心太足了一些。 陈平平放在膝上羊毛毯上的枯老手掌,微微动了一下,旋即微笑说道,对你有信心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? 这天底下,对你实力的了解,我应该是最清楚的几个人之一,你向来会演戏,在众人面前出手的次数料料可数,尤其是入酒品之后,也就是和影子正面打过一架,天下人知道你是高手,却不知道你高到什么程度,尤其是不知道你身上藏的那些秘密,而我不一样,我知道这一切。 说漏嘴了吧,范贤音音说道,老人家,那是伏击,那是在京都郊外的山谷里,对方有两百多把弩,这完全可以去东夷城杀四股剑了,你就一点不怕我死。 四股剑这么好杀,那事情就简单多了。 陈平平咕弄着,我都说过,这事和我没关系,你不要忘了,我家家也是个监察院的提示, 范贤大怒说道,你不蠢,难道我蠢?你以为这两天,我躺在床上就没有查查自己院里的事情? 如果没有院中的人帮忙遮掩消息,那些守成怒可以堂而皇之地搬到京郊的小山头上? 如果院里没有人和那些王八蛋配合,能这么轻轻松松地狙击到位? 陈平平咳了两声,说不定是京都守备里出了问题。 范贤盯了他一眼,说道,京都守备能知道监察院的信息流程。 就算军方可以查到我回京的确切时间,那山谷里赤猴传来的平安回报是怎么回事? 黑棋离开不久,对方就恰恰算到了这一节。 陈平平嘲笑说道,对方既然要杀你,自然要准备充分,如果连这些细节都顾虑不到就来杀你,未免也太糊涂了些。 范贤冷笑道,装,继续装,就算那些山谷里的埋伏不是你派个双面乌鸦暗中帮了一手, 但事情发生的过程中,甚至结尾之后,你总脱不了放纵的嫌疑,您是谁? 对,我大清朝最厉害的人物,难道京都里有这么大一个计划,你能没听到一点风声? 怎么就没想着给我通通风,抱抱信什么的? 难道说,你也觉得我天天在院子里抢班夺权,有些碍了你的眼,所以干脆顺手把我给宰了,免得心烦。 可您甭忘了,这院子当初可是你求着我进来的,跟我可没关系。 陈萍萍听着这话,终于忍不住抬起头来白了他一眼,皱着眉头赤道, 你这小子明明心里不是这么想的,也知道我不是这般想的,还偏要这样说,以为这样就能如何? 不能如何。 范贤直接接道,你阴了我两道,害我两次险些丢了性命,你总得给我一个公道。 说过与我无关,陈萍萍阴沉说着,懒得理会,推着轮椅,沿着石阶的下方向左手方的园子行去。 范贤心里一股邪火正烧着,哪里能让这老脖子就这么跑了,双手在身边用力一推,也跟了上去。 知道监察院权力最大的两位大人物,今天要进行一场非常隐秘的谈话,所以陈原理早已进行了相关的布置, 往日里在园中咿呀呀,连寒风也不畏惧的美人们都被关在了自己的屋子里,不准出来。 而易英仆妇也是各自躲着这片地狱,而那位老仆人也在推着范贤来到此间后便悄然离去。 于是乎,便只有陈萍萍与范贤这两个坐着轮椅的可怜人。 此时陈萍萍在前,范贤在后,老人家在前面推着轮椅快行,范贤在后面脊椎, 在片刻之间竟是绕着这座宅子的石阶转了一个大圈,这景象看着只有那般滑稽了。 说实在话,陈萍萍今日确实是不想面对凶重邪火未尽的范贤, 所以干脆不想谈了,推着轮椅在前面走。 这位庆国的大人物这么些年来都坐的是轮椅,当然比范贤要习惯得多,加上范贤受了重伤,本来就没怎么好。 所以两架轮椅绕着宅子转了一圈之后,范贤已经被甩开了几个椅位。 还好,陈萍萍不可能在自己家中玩轮椅顿,只是停在宅子右手方的一方小吃边上, 范贤气喘吁吁地转着轮椅赶了上来,停在了他的身边,回头一望, 自己二人绕着宅子逆时针转了一圈,却又快要回到原点,实在是有些无聊。 我是病人。 范贤埋怨说道,就算我的问题让你难堪了,也不至于要这样。 倒不是难堪。 陈萍萍忽然叹了口气说道,只是你找我要公道,我确实不知道怎么给你。 范贤低着头,看着池塘里的冰茶和冻毙了的黑河汁,忍不住皱了皱眉头, 喝了两口热物到手上,轻轻搓着,听着旁边老人的说话。 院里的事情不要查了,没有内奸。 陈萍萍缓缓缓说道,我承认,这次山谷里的狙杀,我是知道一些丰盛的, 而且确实院里有人在帮那边,不然也不可能把你整得如此之惨。 既然您不让我查,那个内奸想必也是您故意漏的一手。 范贤沉默说道,你也知道这次我很惨,所以我不明白, 悬空庙是旧驾,这次陛下又不在我马车上,为什么我要付出这么多的代价? 你相信我吗? 陈萍萍叹息着。 范贤想了很久,缓缓地点了点头。 先不要问我。 陈萍萍悠悠说道,以后你自然就明白了。 我不明白。 范贤平静说道,不过我也不需要明白,不过我需要知道,究竟是谁向我下的手,而院中的那个双面又是谁。 陈萍萍静静地看着她,半赏后说道,你手头没有证据,奈何不了对方。 可你手里有,我也没有。 陈萍萍冷漠说道,就算有,也不可能交给陛下,一来我可不想陛下震怒之下将我们这个院子给撤了,二来,这时候交出去,未免早了些。 这话里引着的内容太多,足够范贤消化太长时间,但范贤没有怎么理会,直接问到了事情的重点,我还是想知道是谁想杀我。 这京都里,除了你相信的人之外,所有的人都想杀你。 陈萍萍平静地说道,至于这次主事方是谁,想来我也不能瞒你,只是希望你能忍耐一下,不要坏了大的局面。 范贤沉默了,是秦家。 陈萍萍淡淡说道,只是你就算入宫抱着陛下的大腿哭也没用,你没证据,我也不可能舍得把那个棋子拉出来给你当证据, 就算陛下因为你的事情怀疑秦家,可是看在军方的面子上,他也不可能因为你几句话就把老爷子要了给你出气。 范贤忍不住摇了摇头,陈萍萍有些好奇地看了他一眼,你一点不惊讶。 范贤小心翼翼地伸了个懒腰,生怕牵动了背后的伤势,微笑说道, 还是那句话,我也是个聪明人,既然此次你不是为我谋功,那定然是要托人下水,如今这朝廷里还没有下水的大势力便只有秦家了,这件事情并不难猜。 常公主是从另一个方向,很轻易地推论出了秦家的参与,而范贤推论方向虽然与常公主不一样,但得出的答案都是这样简洁明了。 陈萍萍赞赏地点点头,说道,如今你明白了,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,像这样的军中低高门,陛下是不会轻易动的,不然军心不稳,这朝廷何以自安? 只怕有证据,但时机不好的情况下,陛下也不会动。 范贤基朝说道,只是我不明白,你托老秦家下水,想来必要的时候,自然会让陛下知晓此事,去年一年,您在京都, 我在江南,都是硬生生地逼着太子,老二和长公主狗急跳墙,如今他们还没有跳,你又给对方加上一个秦家的砝码,您对陛下真的这么有信心。 陈萍萍微笑点点头,我一直对陛下很有信心,正如对你一样。 话一出口,两个坐在轮椅上的人都沉默了下来,就像以前的很多次谈话那样,两们都是极其聪明的人,很多事情不需要说明白,彼此的态度,在那只言片语里便确定了,正如范贤猜测自己的身世,正如双方的每一次小心翼翼的接近,是真实心境的接近。 我很好奇,你为什么不好奇,我要拖秦家下水? 就算我对陛下有信心,可是如果跳墙的人少一个,总是会好处理一些。 陈萍萍温和笑着,看着范贤的眼睛。 范贤微微低头,半晌后说道,想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原因, 只不过你是想借此一意,将我将来所有的敌人清除干净,老秦家和我关系一直不错,也没有参合到龙椅争味中,想来,这老秦家和很多年前的故事有关系。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 陈萍萍赞赏说道,你能判断出这么多,已经足够了。 范贤沉默,心里涌起淡胆悲哀,他还有一个判断没有说出口, 面前坐轮椅的这位老人,身体很差,已经没两年好活。 老人自己当然清楚这个情况,所以他必须敢在自己死亡之前将所有的事情都终结掉,所以才会如此安排。 一念及此,范贤心头的那丝造诣已经淡化了许多,可他仍然是忍不住问道, 如果我在山谷里真死了怎么办?你怎么会死呢? 陈萍萍严肃地看着他,你要一直活下去。 范贤笑了,这句话和父亲那天的话语何其相似。 他好笑地偏着自己的头,问道,我为什么不会死? 山谷里的情况,你又不是清楚,老秦家是何等样的门第, 他们不动手则罢,一动手必然是雷霆一击,我就算运气再好, 可是也不见得有足够的运气保证自己在这些狙杀里活下来。 陈萍萍沉默了少许之后,尖声阴沉说道, 对于秦家的布置,我有分寸,但这次确实太险,是因为我没有算到三件事情。 我没有想到老五的伤还没有养好。 陈萍萍冷漠说道,秦家那个老糊涂可不知道你身边有这样一位杀神, 老五如果再测,这天下谁能伤得到你? 范贤点点头,这是第一个原因,却依然不足以说明陈萍萍为什么会如此不把自己的安危放在心上。 第二件没有算到的事情是,陈萍萍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看着范贤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, 你居然还能忍得住不把那个箱子拿出来。 范贤苦笑说道,虽然不知道你一直念念不忘的箱子究竟是什么,但我没有,又能到哪里去偷。 他虽然心头震惊,但表情语言语上依然是不露丝毫马脚。 箱子,那个黑色的,窄窄的,长形的箱子,当年随着一个少女,一个瞎子仆人入京都的箱子, 在庆国的历史上只发挥了一次作用,却是改天换地的一次作用。 除了叶青梅、范贤母子二人和五竹外,没有任何人看到过那个箱子的真面目,也没有人知道那个箱子如何使用, 但是知晓当年庆国两位亲王死亡真相的老人们,却知道那个箱子的可怕之处, 尤其是因为不知道具体情况,反而对那个箱子产生了一种古怪的神秘感和敬畏感。 超出这个世界的存在,总是令人浮想联翩和无限畏惧。 哪怕是陈平平和皇帝,也不例外,所以当范贤童年在丹州时,费界便曾经去问过五竹, 当范贤入京,又不止一次面临过这个问题。 所以陈平平始终没有想明白,当山谷狙杀已经到了如此危险的时刻, 为什么范贤还是不肯动用箱子? 至于范贤说箱子不在他手上的废话,老腊如陈平平自然是断不肯信的。